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今天星期三 所以还是要回答佛教Q&A的一些问题 好,第一个来答复 这是来自新加坡的秋英 应该是秋英导游吧 我猜的 总是问题 师父吉祥 一直跟着您的早安佛光 跟着您的佛学班 从初级到进阶 一路听着您学习 从一个没有佛学知识 到成为皈依三宝的佛弟子 心中满满的感动 可是最近 弟子心中却有一个问题 在地藏经开始前的 《觉灵菩萨记》中说 是一切都是自己的心在画画 而一切都是假象 就如最后的四句记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性 一切为心照 最后这四句是出自华言经 那您的问题 您说我的问题是 地狱是为心照吗 是假的吗 这个问题 我想 因观法戒性 一切为心照 您在诵地藏经 所以就提到说 那连地狱都是为心所照吗 实在说 我们的生命会去到哪里 就一切生命结束了 之后去哪里 去哪里是由行为决定的 行为不出声口意 身体所做 口所说 意念起心动念 但再严谨一点说 身体所做 口所说 也是从意念引发的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 决定了你去哪里 受报 不管是天堂 还是地狱 还是人间 但是你所做的 决定去哪里 而所做的 又是由所心念 起心动念 意念所生的 所以你去哪里 往前推 再往前推 一切为心照 不是吗 那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 去理解这句寄语 或者是说地狱是真实存在呢 还是是我们心中去假想出来的呢 我再提供您一个思考 就是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吗 还是为心所照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说 这个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张太炎 他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这个我们不能说没有 我所认识的人就有类似这样的人 就是他白天 他在人间 有他的公务 他的工作 他的责任 他的生活方式 但是到了晚上呢 有一些时候呢 很奇特 这是在历史上有写下来的 他的晚辈 一个 就一个晚辈 就讲述 说这个长辈 有这么一件事 他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有时候 不是每天 有时候就要出差 他的意念会被邀请去到地府 去做那个好像宫廷会啦 还是要去帮忙做一点行政啦 一些工作 那但 有一次就是他 觉得这些刑法在地狱中 实在是太惨不人寰啦 惨无人寰 没有人到 他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 尤其其中有一个叫炮落刑 炮落刑呢 是犯淫欲很严重的人呢 到了去到地狱 就抱住那个铜 那个铜柱子啊 稍微的火红 通红的 去抱那个铜柱 炮落刑 那个真的人都焦烂掉了 但 这种苦就是 他要重复重复 去受苦 所以他就 这个真是太惨了 能不能 不要到这么严重 这样子 那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请求吧 还是建议吧 那 这个 玉卒当然就要跟阎王反映啊 阎乐王说 你带 张先生 去看看 这个炮落刑的地方 哇 这张太炎 就是心中很紧张 去看最严重 最惨的地方 他去到那里呢 空荡荡的 除了墙壁 其他什么都没有 那 这个玉卒就说 其实 受罚的人 受刑罚的人 正在受刑罚 但是 你是看不到的 他回去问阎王 为什么他就看不到 他说你的夜报里头没有 得是有造作这样的 恶业的人 他就会显现 如果我们的夜报中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造作这些东西 在我们 想要去看 想要去 进入那个世界 也是没有的 所以 真的严谨一点来说 还是一切唯心照 但你不能说 它是假的 在佛教中 有的时候说 这个 四大 假和 讲到那个假的时候 假并不是 虚妄骗人 并不一定这个意思 他有的时候是说 它是 暂时组合 随着因缘 很快又变化 太短暂了 太虚幻了 所以用一个假字 去代表 所以您提到的说 地狱 是唯心所造吗 确实 由心念造作行为 行为造作 然后确定了 我们去的地方 所以 一切唯心照是真的 但这个假的呢 它是 随着你的业力变现 业力相应而存在的 所以并不能说 它是 骗人虚假 并不是 我不晓得 我这样回答 我们的 这个秋英 不晓得 新加坡的秋英 应该是我们所熟悉的 非常热心助人的 很可爱的一位导游 好 那下一个问题说 这应该是在 我圆满的 经典故事 讲法华经七个辟语 他说 这个就非常感谢 故事 我今天圆满的法华七语 因为我早已把法华经 当作我每日的功课 所以想趁此圆满之日 贪心的也诚心地 请故师父 能否在佛学班 讲解整部法华经 或是将法华经 与佛光山来做 相辅相成的辟语 帮助我们 能更加在日常生活中 能实践人间佛教 这一点 我也会很乐意 现在在渥太华 开设这个佛学班 有的时候 比如说大部分 在星期六日 哇 星期六 整天都是各种社教班 从禅修 太极 还有 还有 这个烹饪 擦花 法骨班 其他排不上的呢 通通转回线上 Yoga什么都是线上 场地现场 只有这样子 那星期天呢 早上共修 这就固定的了 下午呢 佛学班 也只能一个小时 因为一个小时后 在一个小时 还是把那个儿童班 还是你先在一个学习 先做线上的 那之后还有同军团 之后还有一个什么班 还有我们开会 都在星期天下 所以就知道说 一个零食佛堂 所有都要挤进来 那就会分配 所以您提议的 讲法 华经 我是非常乐意 而且我真的觉得 法华经 太有画面感 太有故事性 然后又跟 佛光山这个僧团 有很多 很多 是好像 我感觉好像是 影像重叠的那种感受 我也很希望 跟大家分享 但是如果说 要实体的课程 我也可以想办法说 如果佛学班 他有一期一期 这样开课 那个中间穿插 我本来是想穿插 是在线上讲 成佛之道 一定要把它讲完 如果我把成佛之道 讲完之后 我就讲 法华经 也可以 但是我有时候会想 法华经 是佛陀一生当中 最后最后 晚年的时候的 这个教导 我有些考虑 要不按照佛陀 讲经的顺序 怎么样来安排 这么宝贵的空档时间 时间跟空间 真的很重要 不过 总之我回应您的问题 就是 我非常的乐意 但是我真的要 在有限的时间 空间里头 去把它安排好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谢谢您的回应 好 另外问到说 最近有天文 疑心大爵士 将要举办 首届的水路法会 请问该如何护持呢 我不知道您是在 我们佛光山 哪一个道场 因为您说的是护持呢 还是说您也想 参加法会呢 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那当然最直接的方式 是我可以请我们视听主 将疑心大爵士的联络资讯 就在今天的早安 佛光 我们做一个连结 那可以的话呢 您直接 不过在大陆联络 恐怕是用WeChat 微信 会比较方便 那您可以 看它上面会留下 疑心大爵士的联络方式 您直接请教疑心大爵士 因为那边从我们 十月份的这个 我们佛光会的世界大会 过后 就还有外谈开始了 什么时候进入内谈呢 等等 这个时间我一下子也记不来 所以我想最直接 您是联络疑心大爵士 会比较好 或者您可以 我不知道在跟大陆联系 email恐怕不行吧 所以您看看我们做的 这个连结的联络方式 您直接请教会比较好 那另外说 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 用什么联系方式 跟大陆 这个疑心大爵士联络 你可以您就近的道场 您可以请教一下 那您再不知道的话呢 或者呢 您再回应一下 我可以请知应法 是用这个email跟您联络 然后帮助您联系到大爵士 您看这样子好不好 因为那个相别表示 接下来功德项目比较多 我真的是一下子讲不来 好 另外 好 另外我想 我不敢讲太长 这样我在 这个 要上传 要回传 会比较 耗时间 我就先讲到这里 其他就下一次 我们明天再继续了 祝福大家 嗯 唷 作詞・作曲 李宗盛